Hello,Inner的讀者,大家好,我是Kenny,关子斌 我认为三个Inner Beauty的特质就是坚持,坚定,坚强 其实我自己觉得每个人都有面对他人生的高高低低的时候 不单止我,只不过刚好我是做幕前 可能人们会知道了很多关于你的起起跌跌 无论是跌到多惨也好 其实有时我真的觉得时间一定会过的 当回头看的时候 有时觉得其实很感恩,反而有这些经历 你如果没有这些经历的时候 你反而觉得原来人生很平淡,很平坦 你回去有经历过这些,你还有故事可以跟别人讲 而且你在重中里面真的会学到很多东西 人也会成长很多 所以我觉得有低潮是一件好事 而且有低潮的时候你才更加有动力去向上下 以前就会执着一点的 就是会常常会觉得 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我看不到成果 为什么没有那些东西 不是没有结果的 只不过是上天他不会跟你的计划去告诉你 例如我不是说我做完一些东西 我三个月之后一定会见到成绩 你原来是日积月累,慢慢慢慢做 当你真的到他觉得你准备的时候 这件事就会突然间出现 我觉得你做多少,原来得到多少 天到酬勤是真的 是真的 反过来,如果我去年懒了一年 如果大家开始忘记你了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得罪就是 没有东西是浪费的 最重要是你在这一刻你做了什么 不要计计后果结果 总之先做 对于自己工作上那些是有点挖强的 一定要执着到要做到最好 例如那个节目本来是没有安排 说你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但我觉得我一定要想做 我想在那段时间 我要表演一个舞蹈的时候 我之前要死都要去练 一天不行的,我就跳过十天 辛苦的 过程里有很多疑问 有很多不肯定 有很多怀疑自己 但是不过当你真的上到台 你做到那一刻 或者你见到影视作品出来了 又或者你那张专辑 你见到的时候 你突然间就会很兴行 当初自己有这一份的挖强 因为我这几年 我发觉对于错已经 没有那么白字黑字写到明了 总之你忠于自己的想法 是一定会到达了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影响不了外在 不过最起码你自己的内心 就是你起码有自己的内心 一个安运 那我就觉得很紧张 我记得我十年前 我写了一个瓶桌 我里面写了我自己想 我自己要做些什么 很有趣 就是隔了这么久 我记得我看了那个Dreamboard 是真的很多东西都实现了 嗯 然后我就有点后悔了 为什么当初不再想大一点呢 就是说了 挺赞成大家去写一个Dreamboard 就是不用说一定要1月1日 那么仪式化去做 你今天去做就行的 我每年都有做 每年都真是很神奇地 是达到自己一个想要的目标 我记得有一次都挺感动的 就是因为那块Blog 我是长期放在我家很当眼的位置 那么有时候我都会忘记了 不过可能你潜移墨花 你经常看到它 那么我记得我贴了一个 很大的场馆里面 我在唱歌 那年又真的得到了 我记得有一年我贴了一个奖 所以我觉得是要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和一个梦想 告诉自己想成为一个美人 我记得 lifecycle 这就是因为那个名字 我去教授我们的很多人 对了 是因为自己的名字 和这个人的赌跳 并不及时 那么真的是 你圈子 我记得